嘉义市长途醒哲,作三,嘉义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谢文基,又三,及嘉市警察局长林顺顺,又二,等人一起击破写助黑金和会选的气球,共同宣示反会选的决心。 记者将一惊摄影。 分享嘉义市政府今天举行107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会选宣示记者会,嘉义市长途醒哲强调, 法务部蔡比重症自称今年要完真的,那就不能漏气,除了中央反会选提供的奖金外,市府也动用第二预备金对警察崇赏,千万不要让外界传我们都知道,就检掉不知道之类的话。 图醒哲,嘉义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谢文基及警察局长林顺顺等人共同击破写有黑金和会选的气球,宣示反会选的决心。 图醒哲说,现在外赚一票1500元,在场的是议员蔡文旭说现在三票3000到4500元不等。 图醒哲,要求检警深入了解,到底是哪三票,是谁在买,别有事我们都知道,就检警不知道。 嘉义市警察局表示,外界谣传不随之起舞,全立查会,至于一票多少钱,等查到后就知道。 林顺顺指出,查查会选没有上限,没有实现,没有底线,希望全民站出来,共同建立嘉义市成为公平、公正、安全的选举环境。 此外,嘉义市政府已重奖,重成原则,动用第二预备金500万元编列查查会选奖励金,鼓励警察人员强力查查会选,以及防止暴力介入选举情势,建立全民反会选,会选零容忍的共识。